有科学家大胆提出 那个一直困扰我们难以捉摸的暗物质 可能并非来自我们熟知的宇宙 而是来自一个与我们宇宙并行存在 悄无声息的平行宇宙 一个隐藏在幕后的世界 正悄然影响着我们所见的星辰大海 科学研究发现 暗物质并不是宇宙中的小角色 它约占整个宇宙质量的80%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星星 行星 银河系 其实都只是冰山一角 然而 它从何而来 这个问题像一个沉睡的谜团 几十年来 始终悬在人类科学探索的天花板之上 尽管我们已经通过暗物质 对星系旋转和宇宙大尺度结构的引力作用 间接看见了它的存在 就像通过风吹动树叶之道风来过一样 但它到底是什么 由什么组成 却至今没有确切答案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几代物理学家 近期 科学界涌现出两种非常吸引眼球的新理论 他们提出一个引人入胜的观点 暗物质或许并不是外来者 而是宇宙诞生初期 在极端条件下自然孕育而生的 像是宇宙黎明时期的隐形遗产 这两种理论都不依赖于天马行空的假设 而是基于我们已经掌握的物理学知识 他们分别指出 暗物质可能起源于一个我们无法直接观测的镜像世界 或者是宇宙在膨胀初期 那些靠近宇宙边界的量子波动 自然诞生的副产品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 我们将一探这两个理论背后的科学逻辑 看看他们如何重新塑造我们对暗物质的认知 并思考他们是否有潜力揭开这片神秘宇宙面纱的一角 2025年7月一项引发广泛讨论的新理论被正式发表 它首次系统性地引入了镜像世界的概念 这个平行宇宙的设想为解答暗物质之谜 提供了一个耳目一新的视角 这项理论的核心观点是 在我们这个可观测宇宙之外 可能存在另一个与我们并行却不交汇的隐藏空间 一个镜像宇宙 它像是现实世界的投影 却拥有自己独立而复杂的结构 尽管这个镜像宇宙与我们共享相同的物理法则 如引力、量子力学的基本原则等 但在其中运行的粒子类型 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 却可能与我们世界大相径庭 就像是同一个剧本 演绎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舞台剧 从根本上说 这个镜像世界如同一面单向透视镜 我们看不见它 也无法用光或电磁波探测它 但它里面的粒子 却可能以一种悄然无声的方式 通过引力 影响着我们宇宙的结构与演化 这个镜像世界的理论根基 来自于我们已经验证过的 物理学核心内容 量子色动力学 QCD QCD是现代物理中 专门用来解释夸克之间 如何通过强合力粘合在一起 形成质子、中子等 基本粒子的理论框架 是理解物质结构的基石之一 在这个镜像宇宙中 也存在对应于我们世界的基本粒子 它们被称为 暗夸克和暗胶子 这些粒子也能相互结合 形成一种我们称之为 暗重子的复合粒子 它的结构类似于质子和中子 但却完全藏身幕后 不参与我们熟知的电磁互动 根据理论 在宇宙诞生初期那一段 极其炽热高密度 充满剧烈能量波动的时刻 这些暗重子 可能在特定的压力和引力作用下坍缩 形成一种微小 却异常稳定的天体 它们虽然与黑洞类似 拥有极强的引力 但却不吞噬一切 也不发出任何光芒 宛如宇宙中的幽灵黑洞 这些暗物体在行为上 和我们熟悉的黑洞极为相似 它们弯曲时空 扭曲引力场 影响周围天体的运动 但由于它们不释放任何形式的光线 也不与电磁波互动 因此目前我们依赖的望远镜 粒子探测器 对它们几乎毫无办法 就像试图在黑夜中 寻找完全透明的玻璃球 这个理论的核心理念在于 这些暗重子构成的天体 不参与任何电磁或若相互作用 唯一与我们宇宙发生联系的方式 就是重力 换句话说 它们像是宇宙的隐形推手 只通过引力拉扯着周围的物质与能量 尽管这些神秘的暗物体 无法被光学或设限设备召见 但它们强大的引力 却在宇宙中留下了指纹 从星系边缘的异常旋转速度 到庞大星系团之间的相互牵引 它们就像幕后指挥者 操纵着整个宇宙的大舞台 正是因为这些看不见 摸不着的引力幽灵在发挥作用 我们才得以理解 星系为何能维持稳定 不会被自身的旋转甩得四分五裂 但奇怪的是 它们在可探测粒子实验中 几乎毫无踪迹 这种只留下力 不留影的存在方式 为物理学提出了新的挑战 这项镜像世界理论的独特价值 不仅在于它新颖的视角 更在于它不是凭空想象 而是建立在量子色动力学 这套成熟体系之上 并且能够给出具体量化的预测 为未来科学家设计实验 验证或推翻它 提供了实际可行的路径 2025年5月 另一种看似反其道而行的理论横空出世 它抛弃了镜像世界的假设 转而将目光聚焦在我们宇宙自身的极端边界 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路径 认为暗物质的起源 其实与宇宙的世界有关 是在宇宙自身膨胀的舞台上 由量子波动悄然登场的产物 这个理论提出一个令人振奋的观点 暗物质并不需要来自另一个宇宙 也无需依赖未知的粒子类型 它可能就源自我们宇宙自身的结构边界 被称为宇宙世界的地方 一个象征着我们认知极限的边界线上 可能正是暗物质悄然诞生的起点 就像黑洞拥有一个被称为 世界世界的临界点 超过这个点光都无法逃脱一样 我们整个宇宙其实也有类似的结构 宇宙世界 它代表的是一个遥远的 无法穿透的边界线 超出这个范围 任何光线粒子乃至信息 都无法被我们观测到 这个宇宙世界 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距离上的终点 它更是由宇宙膨胀的速度决定的 因为宇宙正在不断加速扩张 远处的星系 正以超过光速的速度远离我们 从而使得它们最终 划出我们的视野 仿佛退入一个永恒的黑暗之中 该理论认为 在宇宙历史某一段相对温和 但依然高速的加速膨胀阶段 比最初大爆炸后的爆炸期 要温和一些 宇宙世界附近的时空结构 发生了微妙的量子扰动 这些微观的起伏 可能触发了粒子的自发生成 从而孕育出一种 全新的稳定的粒子群体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暗物质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神秘的粒子 并非通过我们熟知的电磁 或若相互作用机制诞生 而是纯粹由引力与量子场之间的 微妙关系生成的 这意味着 它们一开始 就与我们熟悉的物质世界格格不入 更像是宇宙自身背景结构 自然冒出的副产品 从根本上看 这个理论描绘了一个极具想象力 却又严谨的图景 随着宇宙膨胀推进 宇宙世界处 不断产生微弱的量子辐射 这些能量微波 通过极其复杂的引力机制 被束缚稳定下来 最终凝聚成一种全新形态的粒子 它们不发光不互动 却通过引力在宇宙结构中 扮演了关键角色 它们 就是暗物质 这一理论 最吸引物理学家的地方 在于它的简洁性 它并不需要假设 任何前所未见的 陌生的粒子种类 而是完全依托现有的物理框架 尤其是量子引力 与时空结构之间的关系 来解释暗物质的来源 让人眼前一亮 换句话说 这个模型部把暗物质 当成外来客或高能实验室里 才能造出的罕见产物 而是一种 在早期宇宙特定条件下 自然长出来的东西 就像恒星是云气坍缩的产物一样 暗物质可能是宇宙自身行为的副效应 按照这个模型 由世界量子效应 自然诞生的这些粒子天生 就是稳如泰山的存在 它们不会衰变 不会转化为其他粒子 只通过引力参与宇宙中的互动 这也就意味着 它们无需发光 无需吸收任何辐射 却能悄然左右星系的排列 和宇宙的整体结构 如同宇宙大舞台上 最沉默 却最强大的不景时 这一理论的底层逻辑 并非玄幻 而是建立在当前物理学中 被广泛接受的 弯曲时空中的 量子场论基础之上 这是一种结合了广义相对论 和量子力学的理论框架 能够解释粒子 如何在引力场中 自发形成与演化 也是在理解 早期宇宙行为时 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 这个模型之所以受到 科学家高度关注 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种 节约而优雅的解释路径 它用我们已知的物理工具 就能够模拟出 暗物质可能的生成机制 不必引入任何额外的粒子 或为之相互作用 为破解暗物质之谜 带来了令人信服的希望 诚然 这套理论目前还属于 理论物理的蓝图阶段 但它的数学模型和逻辑结构 却非常清晰 具备可预测性和可验证性 为科学家未来的观测任务 和实验设计 提供了一张详尽的路线图 也使其有望 从猜测迈入证实 综合来看 无论是来自镜像世界的暗重子 还是诞生于宇宙世界量子扰动的粒子 这两种理论都试图跳脱传统 寻找某种粒子的套路 转而描绘出可测试 可量化的全新场景 挑战了过去几十年里 占主导地位的暗物质模型 尤其是那些基于假想粒子的方案 这两种理论的共同优点是 它们并不依赖玄之右旋的假设 而是基于量子色动力学 量子场论等相对成熟 可计算的科学原理出发 构建出逻辑清晰的模型 并提供了具体的观测预期 使未来的实验设备和天文观测 能够有地方使地进行验证 过去主流的暗物质理论 大多围绕WIMP 极弱相互作用大质量粒子展开 但几十年来相关实验 始终未能捕捉到确凿证据 陷入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尴尬局面 而这些新兴理论 无论是镜像世界还是宇宙世界机制 恰恰为现有的IT模型 提供了迫切需要的替代方向 重燃探索希望 最令人振奋的是 这两种理论在本质上 都具备保守创新的特质 它们并不寄希望于 某种前所未见的神秘粒子 被突然发现 也不需要假设一种全新的 尚未证实的自然力 而是从我们已有的物理知识中 生长出来 这种脚踏实地的思路 更容易被科学界广泛接受 这些理论告诉我们 暗物质的起源可能并不神秘 它不是外来者 也无需特赦解释 而是从宇宙自身的规律中 自然而然涌现出来的 比如引力量子 掌握这些我们已知的过程 或许 正是孕育它的温床 当然 任何关于宇宙奥秘的新理论 都免不了要面对 现实世界的拷问 这两种理论 虽然结构精巧 逻辑严密 但在实际验证层面 也面临不少棘手的问题 毕竟理论再美 如果无法与观测数据对接 就难以站稳脚跟 比如镜像世界理论 它提出暗物质 只通过引力这种最安静的自然力 与我们互动 这使得它们完全躲过了 我们目前所有基于光 电磁 粒子碰撞的探测方式 就像一个只留下脚印 却从不露面的访客 尽管我们可以通过 它们对星系运动的影响 感知它们的存在 比如星系外围 转得过快这一异常现象 但要直接抓住这些引力幽灵 不靠引力线索 而是通过实验室实测 却几乎是登天难度 目前尚无可靠方法能够做到 而宇宙世界理论 也并非毫无难题 它的核心机制 依赖于早期宇宙某个特定时期 发生的微妙量子现象 而这些现象的残疾极其微弱 隐藏在宇宙背景辐射与结构之中 想要通过望远镜或实验设备 加以验证 就像要从一张模糊老照片中 看清某人衣角的褶皱 几乎要动用未来级别的探测技术 尽管道路坎坷 验证不易 但这两种理论 最令人兴奋之处在于 它们并没有背离现有的物理体系 而是在既有框架之中 挖掘出新可能 这使得它们既有逻辑魅力 也具备科学可信度 足以激发研究者 持续深入探索 它们就像打开了一扇新的思想窗口 打破了过去几十年 过于依赖假设粒子模型的惯性思维 让我们开始用更加广义 甚至宏观量子结合的方式 重新思考 什么才是暗物质 它究竟是某种东西 还是某种现象 要验证这些想法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更灵敏的仪器 更需要思维方式的革新 比如设计能捕捉引力波中 微弱异常的装置 或重构早期宇宙图像的算法工具 只要这些理论中的 哪怕一条线索被证实 都有可能让我们向宇宙最深层的秘密 迈进一步 这些开创性理论的背后 是来自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物理学教授 斯特凡诺·普罗夫默 他的研究团队从两个方向出发 一个是镜像世界 另一个是宇宙世界 为暗物质的诞生与存在 提供了全新的物理视角 也为现代宇宙学注入了新的想象力与实验动力 他所提出的这些模型 不仅在理论上严谨 在逻辑上清晰 更重要的是 它们具备明确的可检验性 有望突破以往模型可说不可测的局限 让科学迈出从假设走向证据的关键一步 而随着天文观测 与粒子探测技术的飞跃 未来十年 可能正是这些理论 接受真相检验的关键时刻 一旦证据浮现 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将不再是碎片拼图 而是一次完整而深刻的认知更新 在所有未解之谜中 暗物质无疑是最耐人寻味 最具颠覆性的那一项 它影响着宇宙的结构 却始终隐身 既向挑战 又向诱惑 吸引着全球最聪明的大脑 不断向未知发起进攻 这个谜团不会一夜揭晓 但科学家们正用望远镜 粒子加速器和计算模型 一步步逼近它的真相 未来某天 我们或许真的能看清这片 宇宙暗影背后的真实面目 感谢您的耐心收看 如果您也对宇宙的奥秘充满好奇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继续和我们一起追寻那些 深藏在星辰之间的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